法庭文件显示 美国法官今天放宽针对前总统川普刑事诉讼案的禁言令 川普在封口废案34项罪名背叛有罪 法官莫成在川普受审前下达这项有限度的禁言令 现川普不得公开评论陪审员证人检察官和法院人员 之后又把适用对象扩大到川普的家人和检察官的家人 7月11日将宣判川普罪行的莫成表示 现在情况已经不同 诉讼程序中的陪审部分已再裁决出炉 陪审团解散时结束 这一位川普现在可以公开评论在他的审判中作证的证人 并讨论陪审团及他们的裁举 但莫成表示禁止被披露陪审团身份的固定依旧存在 川普有10次违反禁言令 而被曼哈顿法院罚款1万元 他公然藐视法官裁决的行径 也让法院扬言要送他入狱 申请求经历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